大家好,我是李主红 咱们这期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期课讲到了页面上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完以后,发起流程发起以后 就是把流程的一些数据,要审批的一些数据 放到流程变量里边传递下去 这个审批人就能拿到这些变量,拿到这些业务数据 还有一种,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咱们发起流程变量的时候 发起流程的时候,把流程业务的一些数据 单独存在一张表里边 然后呢,这张表肯定有一个组件 咱们把这个组件放到咱们这个GPPM的一个变量里边 这样的话,GPPM只维护一个组件 其他的一些业务咱们都不做维护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你业务里边的一些变量 包括一些咱们去变量 比如说一个字段会增,会减 一个实体里边会增加一些字段 或者减少一些字段 这样会咱们去,咱们单独维护咱们的业务表 就非常方便 如果用GPPM的话 就会就是有些勇于 这样的话就有时候操作不会 不是很方便 咱们看一下这种方式怎么实现 咱们还是老样子 新建个项目 叫做11 把这个项目关掉 这个机器有点卡 大家稍等一下 等的过程中 我正好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咱们这种 我现在讲的这种方式 是就是 就是咱们实际生活中 实际项目中 是经常用到的一种方式 更广泛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发起流程的时候 把业务的组件 作为一个流程变量传递下去 而不是把所有的业务的字段 都作为流程变量传递下去 然后把它改名 播送 然后就这些 咱们在这里边 咱们先看一下 以前的做法 以前做法 submit的时候 直接把这变量 name和day 直接传递到的流程变量里边 然后神批上就能拿到这个流程变量 现在怎么做呢 是咱们去新建一张业务表 把name和day存起来 咱们首先去新建这张业务表 咱们有三个字段 一个是ID组件 name int类型的 长度是10 然后呢 咱们叫还有一个name verter类型的 咱们长度是50 还有一个是对情价的天数 硬的类型的 也是长度也是10 这里边这个不用许空让它组件 包装表面咱们就叫它 叫它一个my day 我的请假 然后就请好了 就这样 这个就是咱们去新建的一张业务表 包括咱们现在叫请假 包括去其他的 比如说一个财务审批 你就可以进建这财务的表 财务审批的这表 包括审批的一些费用呀 审批人呀 发起时间呀 这些咱们都可以记录 咱们这里为什么不写这么些字段呢 就是说字段多和字段少 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咱们这里做一个demo 给大家看一下 同理其他各种审批 都是需要有自己的业务表的 这样的话就是 每个时候你查看的时候 包括操作的时候 维护的时候 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我推崇的做法 有了这个以后 咱们去做一个操作 既然要操作这个my day这个财务表 当然要有down 咱们就叫my day down 这个down 当然是要遵循咱们sprint的规范 咱们是要sprint去操作gdpc 当然是要sprint遵守sprint的规范 sprint的down 它也是有注解的 这个注解就告诉它是一种down 咱们看sprint的down的注解是什么 咱们直接去查一下 就是让大家去印象深刻 咱们就导注解 第一个就是看一下 它包括它的controller service command report 都是有各种代表意义的 controller就是咱们的controller 就是这个mvc层的controller service就是mvc层 report city 它一般都是一个道层 command就是基于这些其他类之间的 它既不是它就是不属于其他这几个类 但是也必须由sprint去管理 一般都使用command 咱们这个道就使用这个注解 然后把这个注解引入进来 然后告诉它这就是个道 道去操作一个sprint 操作数据库 咱们有gdpc sprint有gdpc template 咱们gdpc template 在一个开始咱们已经配置好了 咱把它拿到 就是咱们这个 咱们用这个name parameter gdpc template 这个是一种比较 咱们这有两种啊 一种simple的 一种这种的 就说这个是就是 比较以前版本用的一个 一个gdpc template 这个是一个新的版本 一般推崇用这个 所以说咱们就用这个就行 然后把这个资源引进来 引进来也需要肯定是需要一个标签 srsresource name等于 这个name就是它 为什么是它 因为这里边配就是它 你配的 比如它叫a 你就配一个a就行 这块叫a就行 只要是大家配一致就行 没有什么印象的规定 i s o u r c 有了它以后 咱们可以做一个insert的方法 就是这个这个表插入的方法 怎么插入了 咱们就是insert wide 咱们不是wide 咱们就返回一个sertrin 咱们这个逐渐 把设计成sertrin类型的吧 int类型咱们去 因为也是其实都一样 int类型你也可以设逐渐 只不过是int类型 我想用uid做逐渐 就需要sertrin类型的 就是你要是可以 也可以写个生存 int类型逐渐的一个类 但是咱们诈了默认给咱们提供了 uid这个东西 咱们就直接用它就行了 非常方便 uid可不是十位 uid是32位 返回就直接返回的uid 咱们就insert insert 咱们就insert一个实体类 咱们这个实体类就叫对 看云前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咱们去先建一个 咱们叫做 对 里边有三个属性 就是咱们数据库里边三个属性 pub sertrin id sertrin name int 叫对 请加添数 然后让它 给它get set方法 给它加上 这个就ok了 然后这块insert的时候就把这个参数传递进来 看一下insert的时候咱们去怎么做 咱们这块讲解的知识大部分都和spray有关 就是咱们我讲jbpm 但是同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会给大家讲一些其他的知识 尽管其他知识讲的不够深入 但是也是给大家能去让大家尽量了解一些spray的一些操作 这个spray jdbc template怎么写了 它是需要写circle的 等于insertin to values 咱们就 values in to 咱们的表名 首先肯定是 my day 叫 这里边的一个规范就是咱们的一个冒号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你的参数 这个必须顺序必须是对的 然后干冒号 另一个参数 然后再冒号 第三个参数 对外 参数完了以后 这就是你的sircle语句写完了 sircle语句写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去插入 咱们看一下序 还需要的一些东西除了 除了这个sircle 咱们看一下 咱们要去执行一条插入语句到底是用哪个方法了 咱们这块是用的一个update方法 update方法就是用这个 它第一步 第一个参数是sircle 第二个参数就是咱们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sir 相当于是一个传参的一种实体 这个实体就可以咱们去传递参数 咱们看一下 就可以用它 咱们叫做map 其实它是相当于类似一种map 大家看这种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类 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 它必须是有个具体实现类 这才行 它是有一个map类型的实现类 这样才行 然后把它put 这样的话就and 它是什么方法 叫看它用哪个方法去添加参数 这个接口它还没有这个添加的方式 咱们就直接用它实现类 不用它的接口了 按照它有 它这块 第一个就是你传入参数的一个参数名称 后边就是你的value 具体来说get id 就是你的value 另外一个是同理 就是咱们的一个name 第三个对 参数传递进去以后 咱们就把它 这样的话 这个insert的方法就写完了 按去一个返回之 返回的时候 咱们就 直接返回 因为这个id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咱们直接就返回就行 这个insert的方法 咱们就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 倒成洗完以后咱们写series成 咱们就做一个my 的series 同样但是这块也有个组解 series组解 组解是用sprint的 当然是 首先咱们要把这个dog去返回来 my day my day day 1 然后 当然是就是搜索标签 name当然就是这个 如果不写的话 默认的都是手这么小写的一个 就是resource 然后让它insert的方法 insert的方法咱们就直接就是 使用这个道那边的方法 让它去tend一下 直接 传递一下 把它复制 它 到 然后点insert return 然后这样就ok了 到controller以后 咱就可以正式的去写一些东西了 首先 这个submit 咱们这些方法叫submit 先拿到这个name和date 拿到以后 然后让它去 把这原来是把它放到那个map里边 咱们现在不过了 咱们现在map里边不放这个 这些业务的东西 这些业务的东西 业务的 咱们只放一个uuid id id 咱们就使用uuid 来生成 直接生成uuid 咱们这些map里边参数里边只传id 别的不传 就传id以后 这是发起流程实例 然后呢 需要去把这个实体插入进来 放到咱们业务标里边 等于u 他 set day 就是咱们那个 day day name 叫name id id day 这块day是一个 怎么需要把它转换成 inter一些的 这就ok了 这个summit e就做两个动作 一个是 一个是 需要把咱们业务表 插入进来 就是直接掉业务表 咱们看一下 咱们还需要 掉一下这个业务 把这个注入进来 咱们去找到这块不写竹节它就是咱们的业务其实做两个动作 然后第一步就是insert 把这个insert了 这样的话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步先保存业务把请假的业务保存在咱们自己的业务表里边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业务请假业务肯定是有个组件的把组件交给gppm gpp拿到组件以后就相当于带着组件走 summit人拿到的组件以后还需要去库里边去查一下所有的业务 这个业务 这才行 这就是整个手评流程 咱们首先做第一部分 就是把这个审批流程给提交了 看看能不能正式入库 然后启动 咱们现在做审批的时候需要流程就是大流程就是一个测试的流程将来咱们做一个正稍微正式一点的流程 然后以后就在一直就是都在用这个流程 用一个正式的流程来做 然后咱们把它放完咱们的11 然后咱们这个summit人在哪配呢 咱们就还是先建一个 是他 咱们就在是他里边配 这块就三米的一了 刷新一下 2735 这块请假人咱们就张三 请上天数咱们就22天点提交 操作失败 咱们看一下是后台报错了 没有 这个是打个断点 他这个阿加克斯一步返回 提前把这个返回机给返回了 但是后台其实还没有自信完 咱们看一下 insert 能否成功 OK 咱们报一个错 咱们看什么错 to long id太长了 可能uid还比这个长 咱们再把uid设置再长一点 这50 我看这次 咱们看一下生存的uid到底是多少位 咱们先不管这个返回值 他这个不光是32位 32位 uid是不包括这几个中间这个斜杠的 uid他这个默认生出来以后 他会带一个横杠 这个是非常不方便的 咱们现在让他带着吧 咱们不把它去掉了 正式场合是一般都把去掉了 带的话就肯定超出远远超出32位了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咱们看一下 这看一下库里边这个插入了没有 插入了 咱们的id也插入了 这样的话就是我发起一个流程 然后首先把业务的东西放到我的表里边 我去维护 但是这告诉gpm什么呢 告诉我业务的组件 放到这个map里边 别人审批的时候 从从map里边直接拿我的id 然后再去id 再去拿这个相关的业务 再显示到页面上就行了 这节课咱们主要做的就是前半部分 把一个尸体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然后把e同时把这个组件放到这个路程 gpm的路程引擎那边 咱们下节课做一个就是把这个怎么去 这个是重进去 下个课咱们看一下怎么拿出来 咱们这节课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